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卓卓 今天我来到红眠国际这边 这边是门口 好久没来红眠了 今天来红眠逛一下 我们现在进去红眠这边看一下 下雨了 下雨了 红眠的话 从一进来的一楼这几家 其实都是做了很多年的了 红眠这里面的话 现在的流量是比较少的 而且就是一楼的话还好 二楼的话有几家档口是空的 一楼好像就空了一两家吧 这边有好多家是做欧货的 但是有几家是炒货的 大家就是拿货的时候 把自己眼睛睁大一点 你看这家七七八八也是很有实力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边的颜色都很大胆 用的很大胆 这边的装饰也都是相比13行 还是比较高档的 而且这边的店面都比较大 红眠之前是做欧货的 欧货比较多 还有做一些韩版 韩版的话很多都是从韩国那边 拿货过来这边 他们办口卖的 说专门做韩国货这样子 之前红眠市库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他们做的东西吧 就是做的一些品类吧 价格也是很贵的很高的 但是之前这边做的很好了 欧货它的品质感会比较高一点 用的颜色会比较大胆 主要的话还是它的品质感 房色设计方面都是非常大胆的 其实在我们服装圈的话 就设计的话有分很多种类别的 你好像做行货的 就是做简行啊 还有做贴牌连锁啊 还有做欧货啊 还有做品牌啊 等等吧 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个门路 并不是说你能捆着来 别人也不需要啊 大家都是在一个区域内 非常有经验的人 这边是红绵的后门 你看这边一过去就是白马嘛 给大家上去二楼看一下 现在我上了二楼这边 你看之前这边是都是做韩版的 这个半头昂版 现在都有做二楼 二楼 然后 信号 这家 这家都是做那种红绵风的 轻型的 有木有很可爱 就是又要优骗比较深远了 你看这边二楼人流更少 和大家说红绵这边其实有很多 就是比较偏中高档的货吧 而且这边有很多是自己有开发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面料啊 品质感啊都是比较高的 这边这边就是炒货的 你看这边就是乱七八糟 我没有去 这些是不一样 这些肯定就是自己自己设计啊 自己生产的那种 好多人问我大马女装啊 或者是中大档的女装 你们可以来这边 这边很多就是用那些什么 针丝面料啊 比较贵的面料来设计来生产的 就是品质感啊 档次感都比较高 设计啊这个方面吧 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看他们的面料品质感都是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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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